嘉義市議會市政總質詢 被詢席上嘉義市長黃敏惠 專心聽質詢的問題 等著嘉義市長選戰延長賽 會有請我們選總部 我們的團隊會去代為抽籤 黃敏惠決定不向議會請假 繼續市政行程 要請代理人出席號次抽籤 嘉義市長選戰 因為日前有五黨參選人 突然過世而中斷 成了全台唯一 首長選戰還沒分出勝負的縣市 繼續打拚了 好 霹靂雲戰袍參選嘉義市長李俊毅 繼續接頭敗票行程 反專PO文擦乾眼淚 未贏回嘉義前進 再強調嘉義市是這次選戰的最後一戰 也會是民進黨改變的第一戰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維持 我們原來的腳步 每天認真的掃接 認真的多接觸民眾 嘉義市長選舉投票時間 從十一月二十六號 往後延了將近一個月 包括藍綠選將在內 共有五人登記參選 十一月二十九號要抽出候選人的 號次接著舉辦公辦證件發表會 投開票的時間定在十二月十八號 除了盡力讓選民了解自己的政見 獲選人開始呼籲記得出來投票 就擔心和原本的大選脫鉤 投票率低迷影響勝負成績 三十九六郎從欧宇文嘉義報導 三十九郎從欧宇文嘉義報導